不用I-E-B-D-I-L-E-N 其实它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但这个方法跟在格式里面用的方法有点类似 比如说我今天 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 如果门号跟区码跟末码 假如说我要把它全部变成三码 用什么方法最快呢 Ctrl-Street向右嘛 向下嘛 这个范围先把它选起来 按右键 这边有个出生格格式 这个格式里面的话 它有一个可以定义的地方 就自定 那自定的话你可以补什么呢 这边本来是通用格式 你可以补三个零 三个零的意思就是说 它的格式会变成三码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零 它会自动帮你补零 有没有 084 007 有没有 但是特别注意 如果你今天是出成个格式的话 它是格式 但是没有改变里面的资料 看到的也许是084 可是里面存的还是84 OK 所以格式归格式 资料归资料 所以里面存的 你会发现游标放在84上面 它还是84 它外面看起来是084 可是实际上它存在 Excel里面的资料 还是84 OK 所以特别注意 所以如果你今天 串接 全部串在一起 发现怎么没有零 不要意外 因为它存的资料就是84 OK 所以这个地方主要是 让各位了解 格式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希望 把格式 拿到函数里面来使用的话 其实有一个对应的函数 函数名称叫TESEL 那那个TESEL 实际上就可以让我们刚刚的公式 更简化 那怎么做 也是前面09 09 然后END END之后呢 一样11 对不对 那刚刚我们是 直接END一个DASH 再一个ENDDASH END之后 刚刚是什么 REPT 什么一堆 对不对 其实更简单的方法是 直接在 END后面 再串接一个 其他函数里面 找到文字里面呢 会有一个TESEL T开头的 所以往下找 这个叫TESEL TESEL 这个TESEL 其实刚刚前面有用过啦 我刚刚讲了 FORMAT 这个它有两个参数 你不能只给一个 第二个要给 所以 刚刚那个地方是 少一个双引号0 就一个0就可以了 那这个地方呢 如果我要把 刚刚的公式简化 可以用TESEL 按确定 因为这个箭头 它会自动帮我把 函数加在后面 那VALUE 就是这个VALUE 就是里面是放84 那 FORMAT TESEL 特别注意 双引号 000 再一个双引号 特别注意 一定要给双引号 你没给双引号 000 它不接受 一定要 给 前后双引号包起来 中间放000 后面RETURN 回来的 就是 它帮我把它转换 文字之外 还帮我转换成 0 0 就是 084 就是 这个地方会帮我转换 我给它确定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它就会 过来的东西 就084 那后面的东西 如果说 再AND的话 直接把它串接 把这个地方 把这个地方 选起AND后面 把它Ctrl C 然后呢 再贴到后面 把G4 这个G4 选起来 然后再改H4 再打勾一下 有没有 这样也